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這樣錯了吧 沒錯啊 歡迎來到第二個小時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個小時哥哥妹妹有意思 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個小時 是我們的週三告解式 你最近有沒有做錯了什麼事情呢 讓我們一起來懺悔吧 面對自己的過錯 讓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人吧 有沒有埋藏在心中的秘密呢 會不會說出來心中舒坦些 不要不招待 一對情人學不壞 長著自己很慷慨 隨便安排 桃花亂開 沒有能力去推開 沒有人愛 沒有人愛 有什麼好猜 不要懷疑我的美麗 트�老鄉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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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夜裡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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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冇 燙燙 אר 阿花曚子 在這裡 我兄弟子 天 那些心仙学都怪 根本不需要崇拜 玩在门外 在风吹雨晒 没必要接她坦坦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有什么好白 请跟我一起潇洒的回合她说 拜 你 有人爱吗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佩妮代佩妮的 没有人爱 让我们来告解吧 这边有一个人说 我有罪 我对不起我的女儿们 婚后我老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两周要回老家过周末 有廉价也是要回老家过 身为一个逆袭 反抗过 但因为公婆年迈 然后也只有两个女孙可以玩 所以常常会硬着头皮跟着回去 毕竟女儿睡觉都需要闻妈妈的味道 上个月公司同办公室同事确诊 业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 所以我突然有个可以不回婆家的借口 周二我就开始扑梗 跟老公说 哎呀同事确诊只 只剩我一个人可以处理耶 没有人会用那个机台又要赶出货 用五天才可以完成耶 所以我星期六下午要回公司 要去弄数据怎么办 礼拜五下班后我又跟老公确认 我周六一定要加班 老公只好收拾过夜行李 独自带两个女儿回老家 我当晚马上约姐妹喝一杯 所以我有罪 我抛夫弃女孩撒谎 我只为了求两个晚上的未单身时间 嗯 好辛苦哦 真辛苦你了 想尽办法 想要偷点时间 绝对辛苦了 0223639955 線上的告解 不用说你是谁 嗨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 我跟我老公现在应该要睡觉 可是因为 我们终于在台湾那个 准时收听你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现在他现在就在等我打电话进来告歉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们在不同的时区是不是 就是我们原本是在美国工作 然后前天回来台湾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跟美国的时间上班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 美国加州大概晚上 12点是应该睡觉 一直在等打电话进来 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都在听那个YouTube的那个 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那个录音档 然后我想说 我们在台湾一定要做事情就是要打电话进来 所以打完就可以睡觉的意思吗 对我们 他现在旁边让我们打完就要睡觉 哈哈哈哈 所以你们之后回到台湾之后还是要过美国的工作时间是不是 就是因为第一个礼拜在隔离 所以我们就跟老板说我可以跟美国时间上班 然后从下个星期开始就是 放假 老板说可以跟台湾的时间上班这样 直接跟台湾时间上班 所以薪水还是照算就是照算 对对对对 但就是那两个 但我老公公司是 对我在美国时间上班 对他要跟美国时间上班 然后我跟台湾时间上班这样 天哪 好哟 Welcome back 欢迎味道宝岛 好好睡觉吧 对 OK睡觉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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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聽到的歌曲來自於中島美家 Candy Girl 0223639955 週三告解式的時間 打電話進來不用說你是誰 只要誠摯的懺悔 我有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嗨你好 嗨你好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上禮拜開公司車出去的時候 不小心把咖啡打翻在車子 那那個公司車是只有你開 還是其實你要跟其他人共開 我來講一下狀況好了 就是我開車出去的時候 習慣把我的東西放在手提袋 然後放在腳底下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那台車是你開還是跟其他人要共開 大家都要開 但是那天我出去有買了杯咖啡 然後沒有喝完我就忘記了 然後放在手提袋裡面 就順次放在腳底下 然後結果回到公司後發現 這個袋子有打翻了 然後袋子裡面的手機跟錢包都沾到 然後看到有打出來一點 那後來我就把袋子拿走 然後想說就沒有去處理它 結果禮拜五要再開那台車之後 發現超臭的 哎唷 因為我喝的是拿鐵 所以他又有灑出一些奶油製品 在裡面然後已經發酵 整台車都變超臭的 所以在這之中都沒有其他人開喔 應該有 那我想說怎麼都沒人反應 所以他們都忍受 對 對想說是誰啊 真的是很沒水準耶 那後來我發現以後就趕快 因為應該沒有查出來很多 就把腳踏電拿出來再移 那這禮拜再看好像味道就沒有這麼明顯 好的 感謝你的告解 拜拜 真的人性就是這樣子耶 就覺得 我怎麼那麼臭啊 他罵一下可是不會去處理 因為大家覺得這不是我弄的 我為什麼要處理 大家很計較這個東西 但是會不會他上車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打翻 只覺得這台車很臭 可是不知道臭味是在哪 我不能用自己的錢去把車子做一個 整個做一個小美容 就是沒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嘛 喔 對 你要追根究底你會發 你就去找說到底是哪裡臭 你說一個個聞嗎 是墊子嗎 對啊 是把手嗎 對啊 是寒兜了嗎 我不信公務車大家都共同用的 你敢這樣一個一個戲看 那個是很可怕 那個是心理的壓力很可怕耶 這就是公共財悲劇啊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不干我事啊 我會使用 有東西用我會很開心 但是這不干我的事啊 壞掉以後 我不要管他 公共財悲劇啊 聽到的歌曲來自於Diana King 這首歌叫做 面對這些謊言 不要說你不知道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于古剧机 周三告解师的时间 02-2363-9955 如右手 是你不知道 不要 不要 其实我想说的 我就已经说过 然而沉默 你拉我只想把痕 不过说要你说还爱我 是一种强迫 那么我只想你告诉我 我算是什么 从找到理由 一次一次原谅你 我真讨厌着跟我 有工作理由 真的真的放弃你 却有意在放软自己 不要说你不知道 难道你没感觉到 没有感到 并不代表会变好 再也不计较 难道就是默契好 还是我们终于明了 彼此不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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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想说的 其实我想说的 我早就已经说过 早已 然而沉默 你拉我 只想把痕 不过说要你说还爱我 是一种强迫 那么我只想你告诉我 我算是什么 总找到理由 一次一次原谅你 我真讨厌这个梦 有更多理由 真的真的放弃你 却有意在放任自己 不要说你不知道 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三周三告诫式的时间 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 我决定好明天要提指指 但是我现在又开始 有点动摇了 哦 你的 电话来了 谁打电话来 电话来了 喂 你好 要去接了 要去接电话 我们来偷偷听她说什么 好 好好好 呃 没有没有 也放不进她口袋 你不也 好 有信任的爱戴 只有她 好好好 我得晒晒去 不应该 好 嗯嗯嗯 好 拜拜 哇 是一个办公室电话 异常开朗的个性了 拜拜 拜拜 那你在公司还是有如此的受人气 你要下去干嘛呢 呃 只是被交下去做杀事而已 Key忙变低 那 你现在想要忏悔是 你已经下定决心又动摇的自己 还是你觉得 你要离职这件事情想忏悔 我想要忏悔 下定决心但又动摇的自己 为什么动摇了 嗯 嗯就是呃 因为我们老板四个会 提辞职感觉 像提分手的感觉 就是她会 所以你只是害怕跟她提辞职而已 对对对 那你因为这样不提 才应该要忏悔吧 等于是你 对不起你自己耶 你因为别人的淫威 然后你要委屈自己耶 真的 对啊 嗯 嗯 她应该已经接受过无数的分手讯息了 真的 所以你不懂 嗯 不是啊 这个我觉得跟她没有关系啊 她不是害怕面对她讲出这个吗 我说那个老板这件事情 就是她接受了再多的分手讯息 她还是一样会情勒人啊 嗯 我就是要把她当稻草人 哦 我就是要做我要做的事情 嗯 好 我明天努力 那她如果加薪挽留你呢 呃 其实早就有调薪了 应该说她是本来就决定 刚好明天发薪水 然后已经决定是明天调薪这样 对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调薪不会 没有影响 我还是要找去以前 对因为工作内容跟一些很多事情让我觉得 我不要了 嗯 对真的 好 好 那为什么是明天啊 领薪水啊 就是 刚好领薪水外加 就是 时间是刚好这样 哦 就是一个 各种时机都刚好的时候 提一下之后就廉价不用看到她 哇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嗯 好的 祝你明天 马到成功 真的 好 谢谢蒙克玛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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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一个塑胶袋 好 好 开什么玩笑 为何非要我检讨 没办法不介意 我没错 还特别写了一首歌 可是sorry 不是给你的 是写来对你说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 你给什么order 随身期待的小背包 为何不能戴上巴士呢 Go hug yourself 你凭什么上分 你懂不懂很笨 请觉得你的地位高过 这剩每个人 星星的举举石头吧 谁说有你来作主 你一点都不哭 但我还真佩服 你做梦做到头脑变不清楚 Oh yeah 我建议 谢谢你 我现在多了一首歌 可是还是sorry 送给我自己 You know 写个很难得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 你给什么order 随身期待的小背包 为何不能戴上巴士呢 Go hug yourself 你凭什么上分 你懂不懂很笨 请觉得你的地位高过 这剩每个人 星星吧 该只是如此啦 这是个班级吗 请问 Oh no 你搞乱了 Mr 这就只是一辆 要去飞机长的巴士车 Go hug yourself 听到的歌曲来自郭修裕 这首歌曲呢 Hug Yourself 也是如果现在你在路上 受到了霸王车的气 或是烂司机的气的话 希望这首歌可以解解你的心头之恨 022 363 9955 2 363 9955 今天星期三 周三告解式的时间 你有什么秘密想要诉说 诉说 诉说 你有什么过错想要忏悔 被你讲到这个 我忘记评之前司机的分数了 我现在要来评 对啊 因为就是一刚下车会担心 就是好像不要当马上评 就是心里会觉得说我马上评 他说马上翻试我 可是通常他们都会说 这个是会 是匿名的 是匿名是不会发现 他是不会发现的 但你知道 还是担心 对啊 就怀疑斗怀疑心啊 先保护一下自己 哦 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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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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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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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